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很开心请到绿色环保机动车协会的理事李仲森先生 大家好 今天我们很开心有赛车运动员张志文文哥 大家好 我们都很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和我们发表一下你们自己的个人意义和感受 我们电话在278-9192 或者通过营光网上的网址和澳门开港的微信来加入我们的讨论 首先一起关注一下今天澳门的重点资讯 欢迎我们澳门开港的现场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谈谈篮配置 大赛车这个赛后我们有没有一些总结和建议的 我也想问一问现场的几位 其实我相信赛车都陪伴了我们澳门居民很多年 今届是第61届 我相信有很多市民都已经习惯了 11月总是有了几天是要塞车 是要听一下赛车的引擎声音 但我也想问一问在这么多届以来 大家都有参与甚至是亲身投入其中 我也想问有没有一些进展 我觉得这几年来我们赛车有什么不同 特别是在我们旅游的策划上面 以及我们的一些规划上面 甚至是我们的车手上面 有没有什么自己个人的看法呢 令先生先呢 首先我这样看 首先我觉觉呢 我首先要感谢治安警察厅的警员 其实我看到 无论是在道路上或马路上 今年那个交通治安警察厅的人员 对秩序来说分配得相当不错 包括在一些车流的管制 或者一些人流管制里面 其实我每一处都见到 警员在很辛苦地去做自己的工作 当然人是真的多的 但是我看情况其实是可控制的 又不是去到说真的逼爆的 我觉得在人流的管制方面 可能经验 或者在车流的管制方面等等 相对是理讯的 当然人多客多车多 是澳门一向的现象来的 但是在赛车这几天来说 其实我看到包括一些 可能交通现象是否特别塞车呢 其实我问过很多行家 或者很多居民 或者市民等 其实他们不觉得特别塞 或者一个下雨天 或者一个特别的日子 可能比赛车特别塞 究竟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刚才若营已经说了 其实澳门今年已经是第六十一届 我想相信赛车是陪伴了我们 大部分很多澳门人的成长 其实我们在某程度上 已经是接受了 以及是当为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在赛车的期间里面 其实我们会更加懂得 如何去避开一些交通滞塞 或者人流比较多的地方 就有经验了 完全有了准备 包括可能在公交里面 其实大部分人在那天 都会采用公交的 在我的朋友的认识里面 駕车的人少了 其实在道路方面 其实是不是塞呢 我想觉得澳门就每天都塞车了 但是塞车的原因 我想不是因为赛车 因为澳门多车辆而已 在赛车的几天 大家都有完全的心理准备 相信对于民生来说的影响有没有呢 我想相信大家是由一出生开始 到现在其实某程度上 已经习惯了作为生活的一部分 可以接受的 但是看回其实 这61年 赛车能给我们付出了很多 澳门居民 一些不方便 或者澳门政府方面 都付出大力的金钱 或者一些宣传推广 其实有没有得着呢 在我个人觉得来说是有的 因为其实在这61年 不是白过的 包括在我开始适勝之后 我已经知道澳门的名气 这些叫做东方蒙地卡罗 到今天仍然没有改变过 其实当时来说 这个明星已经打了出去 在国际上 认同澳门 已经作为一个旅游品牌 当然今天因为祖国的支持 自由行的增加 令到澳门旅游业 好像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但是大家必须去回想 六七十年代来说 其实澳门的旅游业相当萧条 当时来说 亦都是倚靠着 这个叫格林披治赛车 这个段期间 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而帮助了当时的中小企业 当时其实带动了很多不同的行业 和职业的发展 当然到今天 或者我们未必需要这个品牌 但是大家必须明白 其实今天我们所得到 因为自由行的开放 其实如果我们想澳门的旅游业 能够持续健康发展 能够令到澳门的旅客多元化的话 其实这个品牌节目 我个人觉得 从旅游的角度来说 我们是尽量希望能够保留下去 是的 其实格林披治的确是陪伴着大家的成长 格林披治自己的成长之外 澳门人都跟他在一起成长 听听一下芯哥 芯哥有什么意见呢 有没有上班不方便 反过来说 旅游业方面 对澳门真的有很大的贡献 但是回来我们业界 在过去这61届 我们看着它的变迁 就越来越做得非常有规模 和做得非常好的 但同样的问题 也是忽略了澳门本地车手的培训 因为我们看到在60届的时候 大赛车是有两个星期 有八天的赛事 但是是很紧密的 但是很紧臭的 但是我看回今年澳门 我们市民的感受 就比较了 没有了一种气氛 那个气氛没有那么热烈了 因为以前我们澳门大赛车 是澳门的市民 或者业内的人士 大家参与的时候 情绪都很高涨 而且是很兴奋的 但是在过去 刚刚线这一届之后 第一 他剪掉了很多赛事 我就感觉到澳门 已经将这个赛事 由运动和旅游的方式 变为了一个商业系统 但是很可惜 投入了这么大的资源 和政府给了这么多的金钱之后 究竟对澳门 这个澳门人 对赛车这种运动 有没有人去培育呢 以及长期培育呢 大家都知道 澳门是没有一种叫赛车学校的 但是为什么澳门人 有这么好的车手呢 就是经过我们以前 大家对车的热爱 以及这种运动的热爱 投入了之后 才拿到这种经验 去吸收 去对方 和一些来到澳门赛车的车手 大家交流才有这种好的技术 其实是不是 如果是真的要发展的话 或者是持续发展 现在是六界一届 会不会有八十一届 一八零一届 你应该就一定会的 问题是澳门人 越来越少的参与 澳门人是否只是比较长地 是比一些外国的车手 来到澳门 只是赛车 好像一个表演 造成一个所谓旅游业的发展 但是澳门完全没有投入过 我觉得如果是可以的话 是不是可以在这个 我们所谓的车手的培训 又或者是投入方面 可以关顾一下一些澳门的车手 如何培育我们下一代的车手 以及这些活动 就是运动的人士 可以積極参与 如果你的门铲 提得太高 好像今年那样 电单车的新手菜也没有了 新手菜也没有了 高级菜也没有了 今年初级组都没有了 那你怎样去甲南铁呢 所以我觉得是 忽视了澳门这种运动员的培训 希望他日后有些机会改变一下 是呀 芯哥就好像觉得现在 隔壁人在这么多届之后 就好像变得跟澳门有少少脱节 其实说真的 好像隔壁人这些街道菜 我相信对于熟路的澳门人来说 应该是有优势才是对的 这个问题我都相信 文哥可以来回答我们 应该在文哥之前也参加过 这个隔壁人的比赛 是 我也参加过隔壁人的大赛 澳门是一个街道性的比赛 它是很危险的比赛 很危险 不可以在任何犯错的赛道里面 跟一般的赛事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它是在街道上面 不是在一个赛场上 在赛场上犯错 我们只可以出草坯 出沙池 可以重新再重新进入 但如果在澳门里面比赛 你一小小的犯错 你一撞到篮里面 你就要OK 你今年的比赛已经完成了 是只可以这样 一年里面的成绩 只可以在几秒钟 已经帮你完成了 完全这样完成了 你说它今年的比赛是少了 其实是的 比赛比上一年60周年的比赛 是少了 但是它的焦点比赛依然是有分量的 包括F3比赛 GP赛车 以及WCC世界房车赛 全部都是 现在国际上是焦点的赛事 是顶级的世界赛车手 对澳门来说 是一个赛者项目来说 是有一个推动性 但是推动性是否这么够呢 就是要希望澳门政府做多些事 是用年轻人开始陪伴上去 因为外国里面是有赛车学校 从小时候由卡仔 上到去房车 私家车 但是澳门是没有的 澳门是自己人去付钱 还有你小孩子 问心说一句 家人哪会上的小孩子去赛车 是危险的 每个人觉得是危险 不觉得这是一个运动来的 因为中国人的观念里面 所以就算我自己 我也是去找自己去做事 打工找到钱 先去买辆赛车 先去学赛车 跟着朋友去学赛车 他一直上去 那么参加比赛的人呢 你说今年是否少了 其实不是的 我们总共有35个地区国家的车手来到澳门 总共有210多位的赛车手 在那几天里面比赛 对于澳门的宣传来说 是绝对一件好事 世界焦点 包括我们的国际烟花节 我们只有10个国家 但是我们的赛车 我们有35个地区的代表 在澳门 在外面帮我们澳门宣传 带着澳门60年的历史 回到他们的国家宣传 这个是对澳门的宣传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是 我们都听了三位嘉宾的意见 他们都代表了自己的一个业界 或者是自己都发表了 对格兰胚子的一个看法 大家都是对格兰胚子 都充满了期望 而且充满了信心 我们之前都有去采访过一些游客 以及采访一下我们的市民 我们去听听他们的意见 觉得今届的格兰胚子 给他们的感觉是如何 格兰胚子大赛车 已经和澳门结完61周年 超过一个格子以来 每年的11月 都是澳门特别热闹的日子 旅客混习 引擎声笼笼 东旺阳赛道不单只令澳门成为世界赛车运动重振 是F3车手进身F1的表演和选拔场 近年更成为澳门体育运动推合旅游综合产业推手 是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重要元素 今届格兰胚子4天 一共录得8万观众入场 我们的记者都走上观众台 看看各位远到以来的客人 愿不享受 很好 我第一次看这个就很享受 觉得很好 我觉得这个比赛非常有意义 越办越好 超爽 第一次看 然后这个声音很刺激 你看看 还可以 挺好看 去年看过一次 去年 过得多我可以 所以再来看 对对 因为第一次还挺刺激的 对对对 特别那个引擎的声音 好啊 不错啊 好兴奋啊 好开心 听到车声黄闻声很开心 嗯 其实我觉得澳门一直都做得很好 对 都很好 秩序的人都很有礼貌 秩序都可以 卫生都可以 没问题 游客的满意 应该令不少为此付出的工作人员 感到欣慰 可见澳门格兰胚子大赛车 越来越在本澳发展历程中 突显重要的身份 但是续雨都有云 针没两头利 澳门本身就路窄多 为了赛车 还要让出几条主缸道 还有两天是上班日 和游客相比 市民的感受 又是否同样开心呢 肯定有了 要提了几条门啊 至少 至少一个小时了 可能一些私家车要控制一下 好像广州那样有单号和桑号 那就好些了 很多朋友都走路 我一般提前差不多过来钟 要走远点坐车 因为有些过了路线 应该多20分钟左右 提早十几分钟 提早十几分钟而已 你会不会觉得不方便 很吵 不是啊 因为那些车路太迫了 整天塞车 起码提早 达过半个钟 有时的指引不够 所以说原来那里 星期四已经是封路了 但是没人知道了 所以搞到很塞车 第二应该要加多一些交通人手的安排 譬如说交通景应该要多一些 有些位置很塞车 都没见过有交通景 一定影响很大 所以我放假去看赛车 不要搞那么多 实在真的很影响民生 有啊 塞车塞了 大约半个钟 迟了半个钟 其实很简单 交通搞得好 开多几条路 平时上班都塞了 如果再加赛车 就更加塞了 交通景指批好就可以了 看那些私家车 不要开 还有那些最主要的公务员 学生不用上班 赛车对我应该不是很大 我觉得没什么影响 你觉得没什么影响 因为我开电单车 我都觉得不算很失 OK 不是太大的影响 因为我由乐森仔过来这边 没有 比平时还快 我想说我上班 兜了第二条路 看来澳门市民 都是包容度极高 虽然的确会造成不变 但是在有限的日子内 都愿意为澳门发展 而麻烦一点 用长远的眼光看大赛车 这行赛事未来 还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 如何在旅游经济发展需求 和居民生活要求之间 寻求一个平衡点呢 好的 回来我们澳门黑江的现场 看完之后 都看到我们游客 都是殊大手指工 说我们赛车挺好看 不错 而且我们的市民 有一部分就说 影响当然是有的了 但都愿意走一走 有些人甚至是表示 比平时快 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我们现在听听家庭观众有什么意见 我们现在在线上有位袁先生 袁先生你好 其实赛车这些日子呢 是我们很满一个起研日子来的 我觉得呢 我今天又讲两个问题而已 一个关于赛车的问题呢 我们作为市民呢 都是很包容的 涉体是包容的 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不会嫁政府的 因为我们的警员呢 人力资源也是有限的 是不是 所以加上来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塞车呢 我都是駕駛人士 其实 我觉得这样的失法呢 我觉得都很满足的 就是 还是走得动 就是走得动 那只是来的 不是完全好像停车场 那样停载在那里的 是不是 有些某些地方 你平时不塞车 都好像停车场那样停载 那样停载的 是不是 那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希望政府呢 是不是考虑一下呢 考虑一下 嗯 就是这些既然是 我们旅游中心 其中一个元素里面 是不是考虑一下 做一个法定的假期呢 嗯 很多人都有这么说的 袁先生 嗯 我们会考虑嘛 这个样子 都会考虑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赛事的发展中 我们怎么去给予那些资源 我们本身的碗 不要再拿失礼 没有那么多啊 灌下跪 那样的前十强啊 我们都很满足啊 就是本地都应该有车手的 是 政府 是否先去监控它呢 嗯 那当然 所以说回来 就说呢 我们的跑道呢 我认为 我自己本人认为呢 是 世界上里面呢 是终于上一条跑道来的 嗯 你可以考到这个技术 就可以看到这个速度 嗯 嗯 那就是说呢 这些街道的赛道呢 我觉得呢 我们会不会乘班到去呢 我们就见仁见智了 是 是因为我们平时 都是没有机会给他训练的 嗯 那有个车手在上面 我就说了 立刻观了 是完全没有机会给他训练的 嗯 之后呢 那朋友就说 哎呀 我无意识 或者我去出国去训练 这样 这个呢 就说比较俱情一点 那按照俱情来说呢 我们如何去提升他们的 技术那个技能呢 这样 不要说就塞车 我其他的 运动员都是 我们硬是 每一个 除了东亚运动 这支旗是见到我们的 绿色的 区旗之外呢 其他什么 运动会呢 就只有见到香港那支 香港那支 嗯 就是证明这个政府 在体育运动呢 是有没有动视到 任何一个比赛 这个比赛 那我们要关注的 这个要 嗯 但是问题很简单 你经常都说 我都说说 那些口号是不断的 不断的 出来了 但是他口号之中 有多少个去实现呢 我们要真是真是这样 为澳门人增光 为澳门人去出发那口气 嗯 我说是吧 那你怎么打造这个城市 让澳门知道 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澳门 这些赛事都是很关键的 嗯 是吧 好像我们弟弟那样 哇 我们十八月份已经发定梦了 嗯 嗯 我们发定梦了 发定梦了 都可以了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最后要提提的话 有些赛事 我希望政府呢 有一些 就是工程 有些可以不用拆的 哦 既然可以呢 是所谓一个 遊客 景点 是 又可以安全 不认识它 立刻过马路 嗯 拦住它 尤其是友谊马路那段路 就是你说平时那些铁蓝不用拆的 我始终走过一周的了 嗯 我自己打着铁蟹走过一周 有三分之二是不用拆的 嗯 好 好 明白你的意见了 那我们一会儿或者闻闻现场的几位 其实我觉得 袁先生这个提议都挺新穎的 都是第一次听 的确又可以作为一个景点 又又不用被人乱穿马路 这样的 我们都听听下一位马先生的意见 马先生你好 各位好 请说 新闻我们人应该支持赛车的 我这么多年都有去看赛车的 我觉得呢 政府 就是有关部门 或者赛车会 或者新闻局 或者旅游师呢 跟政府讨论一下 星期五放假的市民 公务人员 和学校放假 放一人 是 因为很多朋友 小朋友上去看 上去看赛车 是 星期六有些飞行 或者会贵一些 他整个家人去看 就贵一些的 嗯 我都知道有学校是组织去看赛车的 不是啊 我见很多小朋友 爹地妈咪带的小朋友去看 星期 有些炸在 我说 就是说真的 有些人炸去拿病假 和老爸去看赛车 是 升不停一些嘛 那变成了 我觉得政府应该和 有关盘开会 给那些小朋友 星期五放假 不要两天 星期五过日假 公务人员放 星期五一天 大家其实有好处 那星期六有些游客来看 星期的肺炎和他爭 第二个希望呢 第二个希望就是这样 那个水塘湾 他说他晒了 我炭炭烤 可不可以这个棚 哇 真的晒了 好 好 澳门政府做得非常好 跟美食纸在一起 非常之一流 没得顶 即是一个全面的游客运动 是的 七车没什么所谓 因为最重要是 不放假一家大契去享受 我们的嘉南匹市大契去享受 澳门大契去享受 澳门大契去享受 好啊 多谢你的意见 我相信这个放假论 应该是很多市民 近期都在讨论 就是嘉南匹市大契去享受 作为我们澳门 那么多年 全城的一个活动 都需要澳门市民 共同去 贡献自己的一分力 加上去同享 他的欢乐 我们一会儿都可以问问 几位同不同意放假 有什么方法才对呢 我们先看看广告 回来和大家聊 第六十一届澳门格兰披制大赛车 昨天渔满结束 澳门日报新闻小雨指出 今届赛事起码普通 只有四场房车赛事 周日正赛更只有三场决赛 冷场甚多 长此下去 大赛车的吸引力 必然被阴干 成为鸡腊 市民日报市民自然就认为 鸡腊披制大赛车 能够超过一甲子 在澳门举办成为本地品牌 正展现居民认称 有利本地发展元素 虽予以真实 更要懂得包容 引让与之伴随而生的负面影响 明白不应将婴儿和污水 一起倒掉的道理 华侨博不白之论就说 要做好事其实不必想演大龙鳳 实现会食减废就行了 不过昨日环保局组织的有关活动 只有40名学生参加 年轻人要做好事眼前就有 问题只在圆不圆而矣 澳门大学旧校区的用途中有定案 是分配给四间大专院校 和三个政府部门使用 《浩宫日报》《浩宫言论》指出 时次澳大棠仔旧校区的分配方案 虽然比较凌亂 但总归是用于教学用途 而且当局平衡各方的能力 确实较为出色 新华澳报华澳人与港道 澳门有澳门的政治及民意环境 大多数澳门居民珍惜现在的繁荣安定环境 因而躺在澳门发生此类 违反法律的占宗或公民抗命活动 便必然会奋起反对及批判 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如果有看报纸 各位市民应该都有发现 近几天的报纸头条 都在说我们格兰胚子大赛车 我们刚刚新增了一个 开张名义的一个环节 有看到不少的社评 都是指出格兰胚子大赛车 是好与坏并存的 但澳门市民都是非常有包容力的 同意这个大赛车 是作为澳门的一个品牌来推广出去 刚才都有市民提到 我们应该都是要多些培养本地的车手 给本地市民有多些机会去参与到这一项城市里面 而且他们认为应该放下价 给大家少些塞车 多些参与会更加好 我都听听现场几位的意见 有什么特别想回应的呢 令先生 我这样看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学校已经在做 所以大家会留意到 其实在这几天来说 路面上的塞车情况 就不是想象中那么严重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大部分的学校 都列为一个假期 或者一个旅行的日子 总之就不需要 不抽油 所以在这方面 大家已经配合了整个节日的默契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如果不是容忍 不去包容的话 其实我们也不可能 扮成61年的格林碑士大载车 但是慢慢形成了一个 好像是节日气氛来说 如果全城都放假 其实我有个看法 其实在赛车的日子里面 在这一排来说 我发觉在澳门市面上 外国游客多了 可能多了一些外国 或者不同的民族 或者不同的国家 游客多了 其实在这方面来说 我觉得在中小企业来说 其实生意做多了 这就是我们期望赛车 带给我们的效益 如果想想 如果在那天 大家主张一些中小企业休息 我相信 第一增加了他们的营运成本 第二 第二 第二来说 其实我们希望赛车能够带给我们的效应 是反映在经济层面里面 当然市民可以选择休息的时间 但是问题是 如果一些中小企业生 因为员工放假而要关门的话 我想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意 第二来说 其实我们的原意是 希望利用这个赛车 大家都去包容了这么多不方便 能够带给一些经济的成果 经济的效益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 其实学生来说 其实我觉得已经在走的了 如果你说全城都是作为一个叫做 做法定的介入 这方面我觉得是 大家真的要讨论一下 才可以做一个定论 凌先生也指出一个非常尖銳的一点 如果大家都放假的话 就增加了我们的中小企的营运成本 那鑫哥你又怎样看呢 我的看法有点出入 首先讲学校的配合 其实大家应该知道 11月份 每一间校是考试期间 如果他在考试期间 只可以放假的话 我又觉得有点难以配合 不是说不行 当然要配合 很长期的配合 另外 刚才凌先生说 有很多外国的朋友 来到澳门的参与 和旅游的活动 对中小企有很大的帮助 但在我的看法 所谓中小企的帮助 他对澳门基层的中小企 真的不能帮助 为什麽呢 他是在食的 食的方面 旅游方面 又或者在赌场 和纪念品 但在我们基层的中小企 是真的消费不到的 因为他们是游客 他们游客的消费层 就是这几个点 其他呢 所以为什麽会有这麽多人 刚才所谓的访问当中 有些人说他会说 塞车严重 有些人说没问题 当然 企不同的阶层 看的东西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也要留意到 如果这个 刚才我们也看到 《澳日报》或者有些评论 就是说 今年的赛事 就越来越缩水了 那日后再搞下去的时候 吸引力越来越低 又会怎样呢 那刚才再来 就是我们澳门人 怎样去面对包容呢 我所收到的信息 包容就是我们走 人再多我们就走 那他们去哪里呢 因为我认识的朋友当中 我所知道在赛事这两天 星期六和星期日 澳门人来澳 去香港或者去大陆的人数 是超过25%以上的 那究竟为什麽会走了呢 那是因为澳门第一次塞车 第二次人多 还有消费层也是一个问题 为什麽呢 那麽多游客进来澳门 你只吃饭也没空 那我们唯有避开他 那我们真是非常包容的澳门人 是很包容的 那我们是给到我们的空间 是给一些游客 那但是同时呢 亦都要想想 究竟这个所谓 对中小企的帮助到在哪里呢 是否除了大赛车之外 是否还可以推广一下 我们中小企其他的行业呢 那我希望能够有政府 多些支持真真正正的 就是基层的中小企 因为澳门 即是要参加他们玩 是要玩的 好了 那刚才阿森哥跟我们说 他有内部消息指出 澳门人是走路 避开这个大赛车的 那我也想听听文刚的意见 文刚可以讲讲这个假期 那其实另外一件事 大家都提到 我们应该培养本地的运动员 也就是多些 有机会的排名 那我就相信 阿森哥可以发表一点点意见 在这里 首先我讲讲放假先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我读书 小朋友读书 小学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赛车 在街上开来开去的 赛车可以在街上开来开去的 很希望去参与 很希望去看 但是要等到放学 无奈都要等到放学 跑去那些 放在赛车场的地方 去赛车场装 很想去参与 很想去参与 到星期六日 又会出去看赛车 你说应不应该放假 给学生去看赛车 如果放假 学生是去看赛车的 固执人是好事 但是因为现在很多人放假 都会离开了澳门 好像阿森哥这样说 都会出了外地 最近去了外地去玩 很少逗留在澳门的本地消费 如果你说赛车来说 是不是会引到学生去赛车场 看赛车 今年我见到 某一、两间学校 已经在星期四开始 已经带小朋友去赛车场装看赛车 对于一个推广来说 是好的 对于小朋友来说 对于赛车的教育方面 澳门是没有一间 真真正正的赛车学校 去培育小朋友去赛车 踏出第一步 是没有的 通常是一般自己家的父母 对赛车有兴趣 他希望小朋友去参加 他会陪众自己个别的小朋友去参加 澳门政府 我相信如果是要推广赛车活动 应该是从基层开始 从第一步 小朋友的推广开始 去教育开始 对澳门的车壇人来说是很好的 你说澳门人是否上不到 没有去最高顶班的赛车 也不是可以这样说的 我知道有个香港人 刚刚进了F1去赛车 那是他曾经去试过车 他曾经去试过车 可以这样说 他是付钱去试车 试了25个圈 还有他自己有足够的牌照去完成这个赛车 澳门我们也有一个三级方言车车手 鄭泳聪是小朋友 是小朋友 他是小朋友 20岁都未够 我从几岁开始看着他一起赛车 一路上一路上三级方程式 到上一年他已经去了英国赛车 也都赢过回来 但是没什么人知道他赢过 因为每个招点都放在澳门 如果澳门没有赢过 等于不是一个很出名的车手 没有很多人像高度那样 高度是他爸爸投入了很多资金 很多的心血去培育高度出来 高度现在也是一个职业赛车手 他也是在日本持有很多赛事 在过往几年里面都是 赛事里面都有很好的成绩 也都是有外国的厂队请他开车 这些全部都是靠个人能力去上去的 政府是很少出过任何的力 去帮助澳门的小朋友 去介绍赛车文化给小朋友 去上去大车车那里 就是可能以后政府要做多些 出多些力 钱 甚至什么都好 来培养一下我们本地的车手 来为澳门争光 我们现在都有线上李小姐在线 我们先听听他的意见 李小姐你好 大家好 我觉得我们伟大的文学家 魯迅说这个话是很对的 尤其是在澳门的 中国人是很容易变成奴隶 而且变成奴隶 而且变成奴隶 还会很开心 今次不同的往日 现在的车就快来24万辆了 是不是 我们已经引爆了 你知不知道我们被逼逃难 还有些学校 我认不少学校的朋友 是被逼放假 有些小声落差 英文部我告诉你 你觉得我很想放 被逼逼而已 还有就是说 我星期四那天试车那天 我平时开电单车 我上班是两个多年才可以的 我那天基本没命 左穿右插都要走七个字 因为我们几惨 我平时用12分钟去耗到目的地 我还要找一条命去拨 左穿右穿 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不能做到全城假期的话 拜托你搬去横琴 真的 你澳大都可以 澳大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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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都很浪费公帑 你不如在横琴 走个固定的场 就是你坐车场 我们澳大都可以搬到 我们坐车场 不可以 还有就是说 我有不少亲戚住在赛车堡 半夜三更 烦到她的身份子都醒了 见面如是 所以我很希望那些既得利益者 你说就说就轻松了 如果你不能做到全城假期的话 李小姐之前要搬去横琴 我说 我说 我几乎那天 几乎那天 几乎那天我告诉你 但是也要小心一点 我希望阿玲珊 你作为业界 你如谁都说一句 我不希望 用老术那句话 套用在你们那里 澳大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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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是利益 我不希望自杀式的发展 就像北京那样 是啊 窮得自有钱 那又怎样呢 是不是 但是换回来的是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休闲 你真的休闲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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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ernally 你好 глав 其實我的 我想问一位 有很多 不同的声音 我看到 witches 你跟我去 我的 研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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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sk 有沒有內部消息 你知不知就算是 知不知一定要是政府搞,還是可以私人搞 因為如果是私人搞這麼多賭場,大多人等著搞 好,好,謝謝你的意見 我們現在先去廣告 廣告回來和大家一起談談這個問題 回到澳門開港的現場 剛才對外家庭觀眾問到 我們可不可以將賽車搬去金剛大道 甚至搬去橫琴等等的地方 會不會對大家影響少一點 我們待會可以問問現場的嘉賓 其實都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微信上的一個觀眾的消息 他寫得非常長,是一位非常努力的觀眾 有一位Violet提到 今年是他第七年近距離感受Grand Prix 大家歡呼取約的同時 作為一個普通市民 他見到一些除了刺激和速度以外的問題 首先交通方面,他住在東北大馬路 由於賽車的封鎖余光街和 水塘路之後,維東北大馬路 以及無拉斯帶來了超負荷的影響 星期四他已經做好準備提前45分鐘出門 但仍然遲到15分鐘 即是延遲了一個小時 其他同事都紛紛反應有不同程度的延遲 經過無拉斯的影響就最大 即使不是經無拉斯的路段 都有30分鐘的堵塞 電單車基本上已經是最靈活的交通工具 提督馬路的同事依然比平時 用多20分鐘在交通上面 甚至有些住北級的同事都選擇行路上班 另外,據同事所說 有些小學校被迫停貨兩日以避開混亂的交通堵塞 噪音方面,他的辦公室就在葡京酒店的四樓 旁邊就是葡京賽道 噪音簡直就是大到無法工作 不單止同事之間無法用聽覺來溝通 更加導致精神難以集中心煩意亂 有些年長的同事更加為此 年年選擇放annual leave 來迴避影響健康的噪音 不過今年政府都有措施控制噪音 在合理範圍115分貝之內 就感覺好很多 這個我們稍後會討論一下 我們都有遊客說不夠刺激的 115分貝 另外還有賽前鋪路所造成的路況不好 塵埃變多、排放污染等等 都對日常生活帶來或多或少影響 不過我們理解就像人一樣 有優點就有缺點的 It's a package 所以我們對這項國際城市都是支持的 不過希望政府可以想出更加適合的辦法 來舒緩大賽車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我相信巴雷尼的一個心聲 都是大部份澳門市民的心聲 我們都問問現場的嘉賓 我們剛才看過這麼多電話 以及巴雷尼小姐 她所提出的問題 有甚麼可以回應 阿力先生 首先根據我的認知 我看了這麼多年的賽車 根據我所知 其實澳門的賽車跑道之所以這麼出名 就是因為我們在街道上跑 而這條跑道也是全世界公認最危險的 其中一條跑道 已經是很出名的 我想文哥應該會比我更清楚 其實就是因為這條跑道 才令澳門的賽車行業 或者這個可以持續發展到現在61天 都有這麼多有水平的賽車手能夠參與 大家其實不要忘記 澳門有很多出色的賽車手 我講世界上 包括可能舉例 舒密加或鮮娜 未贏到世界F1之前 都是曾經在澳門先取了半軍 其實澳門已經作為一個世界半軍的一個搖籃 其實大家必須認同 這是我們得到的一個榮譽 我們所犧牲到的也得到的一個回報 其實說回剛才李小姐所說老迅的問題 其實我都知道 其實大家必須明白 今天我們在享受這個經濟成果 大家必須居安施危 其實我們今天所得到的 有這麼多的旅遊的成效或者回報 其實是祖國給我們的特別的一個恩賜 包括2003年的沙士之後 給我們SIPA的自由行 而形成了澳門一個特殊的情況 旅客特別多 當然澳門是否超乎了這個承載力 當然我們往後再去討論 究竟如何增加澳門承載力 我們必須去想一個方法 如何令到又不會影響澳門的居民 亦都可以帶來澳門持續的經濟收益 包括我們每年都分享了這個成果 其實我想說一件事 幸福不是必然的 亦都不會持續的 我們必須要明白到 其實澳門的旅遊品牌 我們要建立的 不是說我單純用一個政策給你 你就可以得到這麼多遊客的倒林 所以我們必須要增加旅遊元素的多元化 甚至乎在國際上 我們必須取得一個名聲 其實賽車已經61年 我想大部份人在出生之前 已經知道已經有賽車這件事 所以某程度上我們是否習慣 當然是會帶來不變 這是必然的 但要記住澳門的塞車 不是因為賽車 澳門的塞車 是因為澳門多車 如果你想澳門不塞車 你又要去想 如何將澳門的車輛減少 而不是我覺得 而不是將澳門建立了 辛苦經營了61年的品牌 一句不方便就將它取消 我覺得要三思 因為澳門這兩個字要能夠持續發展 成為一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是需要有不同的元素加入 我相信希望各位市民 從這方面去想想 相信魯迅都會明白 我們都希望魯迅可以聽到 或者魯迅可以來看看 我們現在試上有一位杜先生 我們先聽他的意見 杜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 我的看法是澳門的賽車 我覺得澳門是一個光明的 的節目來的 我們已經有60年了 還有那個跑道的名氣 在世界上都是有一定的地位 因為它是天然的 還有個難度相當之高 還有在澳門的賽道裏面 也都出現了很多的 世界的一級光程式的車手 有些香港是舒密加 Sena 那些那些 那我們現在就說 這個賽車 它會影響到其他的 假期或者影響交通 那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將另一個方法去想一想呢 我們在其他國家 會有些地方會 比如說巴西 有個加聯麻會 是一年一度的 加聯麻會 應該有整個星期的 蒲國也有個加聯麻會 大概有整個星期的 中國大陸有一個 五一黃金洲有整個星期 為什麼他們不將這個賽車 變成黃金洲 作為一個旅遊 叫做加聯麻會 在這段時間裏面 賽車 美食節 或者煙花烏煙 各樣的Kickbrug 就在同一個時間裏面去進行 那沒有了 在這段時間 等於叫做放一個假期 大家享受這樣的假期 現在我們澳門的感覺 在這個秋季裏面 我感覺 這個秋季是一個 令人很心包勞放的 除了是秋高氣爽之外 還有在這段時間裏面 是很多的秋季節目 這段時間到了 接著就到了這個聖誕節 聖誕節之後 接著又到了這個過年 那這些一段一段下來 接著做過年之後 開始有一個低潮 那我覺得這件事 為什麼我們不在這個賽車裏面 做一個賽車加聯麻 讓人休息一下 輕鬆一下 去推廣這個澳門的賽車 那個… 文化 文化 因為我們六十元年 不是那麼容易 他要做六十元年 你明白嗎 還有這個賽道 在這個世界上 有一個地位 如果你叫我們搬去金工大道 他是沒有意思的 沒有意思的 因為我們現在強調 那個賽道是困難 還有在世界上 一個天然跑道 還有在一個比較困難度高的跑道 比賽車手座的挑戰 我覺得這個賽車 應該繼續存在 但是希望在這段時間做過加聯麻 去配合這個賽車的節目 謝謝你的意見 杜先生 杜先生提議 我們澳門都應該有一個 屬於澳門的賽車王金州 而且幾位都有提到 我們澳門的賽道是非常罕有 而且是一個世界冠軍的搖籃 其實我相信有很多打機的市民 應該都知道澳門的賽道 在打機裡面都是三星的跑道 都是困難的 我都經常會撞 我也想問一問 阿森哥和文哥的意見 剛才聽了這麼多意見 有沒有什麼想補充 阿森哥 首先我再說一下 李小姐 她提出金剛大道或者橫琴的東西 真的證實了一件事 她不是對賽車和車輛的認知很深 因為剛才林先生也說了 我們出名就是一條跑道 如果連這條跑道都沒有了 那你真是只能搞的 另外就是說 究竟剛才我們說了這麼多 或者李小姐 甚至乎其他人都說了這麼多 要求怎麼變 那個61屆或者62屆 以後怎麼做呢 我相信我們現在在座 各位說完之後 明年未必會變 再多十年都未必會變 我們真的只有知字 另外就是 如果我們剛才說 你說年度老順也要知道 不如我們去鄭家大屋 為甚麼呢 看盛世危言 不要想到別的 我們要關注到一件事 就是 祖國對我們澳門的關懷 是投入了很大的 有今天這麼繁榮的現狀 不是很容易 而三年兩月破壞了它 我們覺得真的很可惜 但是當然了 在這段期間 61屆 既然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出來 希望在62屆 或者日後 可以發展得更好 但剛才好像 我們賽車手說的 澳門是沒有一個賽車學校 但是澳門有一個 叫做賽車博物館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那個博物館很奇怪 譬如說 好像年輕人 最基本的我想了解一下 究竟澳門的賽車是甚麼 它連最基本的旗號 在裡面都沒有 連賽車的知識 或者一般的知識 喂 隔仔旗 每個人都知道 衝刺 黃旗 紅旗 黑旗 餅乾旗 沒有人知道 其實是否可以在這些方向 加多些的元素 給一些年輕人 或者有興趣加進的人 我可以知道多些東西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但是我們也要看 如果我們的賽車繼續這樣下去 我相信澳門要培育一些車手 真的非常困難 是沒有門慘 我希望在後面的一些 再上來的年輕人 經過這些車手的 一路推廣下去 希望多些人參與 這是活動 首先要搞清楚 在馬路開車 是比賽道開車危險 澳門尤其是 賽道是非常安全的 因為他做足所有的安全措施 現時我們每天在馬路開車 更危險性 比賽道更危險 所以希望有些父母 不要再誤解了 兒子賽車 或者飛車 危險 這個是比他在馬路開車更危險 其實現在的賽車 已經發展到很完善 是有一系列的安全措施 所以 如果有機會 可以給這些有興趣的 年輕人去參與一下 其實剛才 阿森哥也有提到 善用我們現有的資源 包括我們的博物館 我們袁先生也有提到 那些欄 連連拆了又裝 裝到又拆了 不如不要拆 其實都想跟文哥談 除了剛才有些問題 還有一個 剛才我們有微信觀眾 有提到 他說今年有控制噪音 但是我們也有聽到 有些觀眾就說 好像沒有往年那麼爽 聲音變小了 其實是怎樣呢 阿森哥 你覺得賽車的運動 是否真的聽聲音 先說噪音 國際器人有一個規定 每一個車款裡面的噪音是多少 據我所知 我們最高最高的分配 是110多分配 對一般人來說 是會吵 但是不會有傷害性 不會有傷害性 那往年呢 今年它是不是變了 變了因為它的車 是不需要那麼大的輸出 已經是用了力 因為現在的車 原來是用渦輪增壓的引擎 不同以前傳統呼氣的引擎 所以聲音是會減低了很多 嗯 是 還有其他方面的問題 有沒有什麼特別想關注 譬如說什麼賽車王金州 還有怎樣善用我們現在現有的資源 包括我們賽車報物館 還有我們的貼籃等等 澳門的賽車報物館 它真是一個報物館 它只是在那裡放一些賽車 給大家在那裡欣賞 各界那麼多賽車放在那裡 它是沒有教育性的 它絕對沒有教育性 教育性是 那些人從哪裏剩下呢 你們自己上網看 是這樣的 你說賽道是 澳門是一個天然的賽道 你說要搬回到大陸 我們上海有賽道 我們北京有賽道 珠海有賽道 為何澳門61年來 還可以舉辦到澳門的比賽呢 澳門有26個彎 最高的速度是去到260公里 基本上 這已經是一個很有吸引性的跑道 還有想當年有史拿 有舒密加 有希爾 涵美頓 有維迪爾 他都在澳門上贏過 才可以踏上一級方人式的賽車上 因為很多一級方人式的車隊 請車手 先要看看他在澳門的成績表現 如果他在澳門能夠贏了的 證明他的專注度 可以達到100% 不出錯 我們一級車隊才會選擇他們這些車手 澳門是一個孕育車手的遙纜 好像玲先生這樣說 這是沒有錯的 這是真的 好 也感謝現場的三位嘉賓 跟大家一起說了賽車方面 包括一些專業方面的知識 還有對於我們澳門的經濟效益 旅遊效益等等方面 我們都希望教人Page 以後可以越做越好 而且對於我們澳門市民來說 都可以有一個同樂的氣氛 我們明天跟大家聊聊 澳大舊孝子的用途 你們又有甚麼意見 明天澳門開港再見 拜拜